哇塞 你看是神劇的嘛 这些男主角从睡魔术醒来 他被封印在了十字架上面 他左看右看 上看下看 魔草原来是他们很简单 他定此一言 然后一笨就把怀出一帮铁铁人分算了 然后他像进出家门一样走了出来 很自然 然后神劇标配市场说 知道没有什么问题 再然后就不得了了 他慢着轻易的不滑 在日本鬼子面前跑来跑去 跑来又跑去 这魔草的鬼祖是非常流浪 你看他不用久的鬼祖路 他朝向他的战友跑 还输出了飞员走壁的技巧 于是他就这样在几十把强力标准下逃跑了 那么问题来了 你他妈跑那么快 你是怎么被抓进去的 你有点以为被人吓了闹油把你捞翻了吗 好 但我们继续看下一个片段 一来一里非日本鬼子堵在了角落里不敢出来了 但是他们好像没有把日本鬼子当回事 也还逐气 也还又进来 我想夸张的时候 他们两个是世界上最秀丽 最亲密的服不服 快走啊 你快走吧 我掩护你 你跟我一起走 在四分鬼子面前修恩爱 你们可以不修在四分鬼子枪都拿不稳啊 习惯你 就把我当作你 我们不一样不一样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经历 紧接着他们来到了一片草地 然后找了个地方孤岛 我也会你 赶紧跑 还在秀 还在秀 四分鬼子都气得督促 我老心想抓到你 我一定要杀掉你 但是李主角他怎么都不走 就在这个千锥一发的时刻 他居然跟男主角算起了账 不行 你还欠我十多猪呢 你还欠我十多猪呢 又是秀恩爱 又是家常里端端 看见你是违反日本人超怪的的 他们就这样在四分鬼子的追击下去一顿了起来 然后他先被个四分鬼子吵包被打死了 起气 起气 我起气 好了 不躲避避 我们来看下一个 这个故事大致讲的是我们的民兵 背了两捆书子鸭鸭 想去把日本鬼子的雕宝给烧掉 但是在日本鬼子疯狂的扫射下 这个计划他失败了 于是民兵偷偷下了一个命令 倒 你去 杯子 加水 是的 你没听错 他说杯子加水 然后几个小兄弟就拿起水服往铺盖上面里 把铺盖打得焦发出实 看到这里我老公是负的 他到底要干什么 卧槽 他扛这杯子冲出去了 你要干什么 你要拿铺盖去把白哥吐死吗 只见这位兄弟他蹦蹦开炒的 就把日本鬼子的子弹给躲过了 然后他捡起树子鸭鸭 哎呀 还是我太年轻了 原来铺盖加水可以拿子弹 然后这位兄弟摸到了雕宝底下 点燃了火台把树子鸭鸭烧了起来 嘿对 烧了就跑很果断 然后这位兄弟使出了神区走位 就这样他扛着铺盖 他毫发不胜地回来了 嘿你这样搞脂肪鬼子 他就不高兴了啥 用手来把柴火多子给我炸了 脂肪鬼子说着一口流利的中文 吩咐小编把炸弹丢了出来 哦 这哈柴火被炸了的嘛 但就在这时候他们又想到了新办法 哎呀 我的妈是大炮 之前这个男人很熟练的就把牌子炮架好了 然后手拿着炮弹打滑了 糟糕 医生就把地上的雕宝给炸掉了 你大妈有牌子炮你不拿出来 你让我被床铺给去烧雕宝 最上小学习心里妈妈屁说的就是我啦 咯 咯 咯